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 我是李燕姨 马上来关心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今天的热门关键字就是投报率 我们都知道投报率的意思就是投资之后 你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比率 所代表的就是获利的效益 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买房子之后 再出租房子的投报率 日前有网友在房产论坛提到 想要买房当作投资 但是陷入选择困难 一间是44年的三房旧公寓 另外一间是30年的两房大楼 他想知道买哪一间比较好租出去呢 或是以后比较好脱手 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大楼的二房比较好 因为租房子大多是年轻人 而年轻人比较不喜欢住公寓 也有人认为如果地点一样的话 大楼会比较好租出去 但是如果公寓靠近捷运的话 一样很抢手 群球区不动产情报室总监陈炳成就说 老宅的投资价值主要就是低总价好出租 如果地点好投报率都不错 就算是坪数比较大 也可以用分租的方式 但他也说了 大楼因为有电梯和管理优势 的确比较容易找到租客 价码也会比较好 转手也比较容易 而如果这位网友投资的考量 还包括期待以后都更或是为老改建 那么公寓就会比较单纯一点 今天的精选新闻来看到升息的议题 目前国际上的通膨和升息影响到房市 知名作家以及主持人吴淡如就针对这个升息提出7点分析 他认为台湾只要在升4码也就是1%左右 对于购买过高房价的民众就会是个大负担 他认为以一般人贷款1200万到2400万来估计 如果家庭年收入在100万升息1%之后的房贷支出 就会多出12到24万是不小的负担 所以他建议能够先不还本金就不还本金 另外他也认为升息只要多加1% 平均房东就会把房租涨一成 这对于租屋族来说也是增加负担 但他认为虽然台湾升息不太可能太猛烈 但是升息1%还是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他也建议如果现在要买房的话 因为现在买卖的利润都不多 而且法令又严格 千万不要炒房 因为台湾的房子现在真的不是拿来炒的 再来看到这一则新闻 很多人都纳闷 现在的房子这么难卖 但是房价却不跌反涨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评价建设创办人胡伟良就认为 多数的卖方除非是急需用钱的 不然都觉得干嘛要降价 没这个必要 觉得只要地段不会太差 之后房价又涨回来了 所以就算现在不好卖 大家也都死撑着 行程想买房的和想卖房的一直在博弈拉扯 他认为如果现在买方和卖方都在观望 大幅降价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最后来看到都更的议题 新北市政府宣布为了满足自办都更的准备作业需求 因此开发出一个线上都更小帮手 民众只要上网就能够轻松查询到都更的范围内建物物林 全属统计等等相关资讯 这么一来民众在规划都更的时候 资讯就可以准备得更充分 也能够掌握到都更的进度 今天的买房卖房我想问又有网友问到了贷款的问题 就位网友问到了最近想要买一间预售屋 但是头期付完之后可能剩下不多 他考量到还要装潢和买家具 所以想要申请信贷 但又怕会影响房贷的贷款陈述 想要问问大家的意见 有网友说如果没有其他贷款 没有卡债应该是可以的 建议他问问配合的银行 或是可以问问银行 有没有装潢贷款可以借 但也有网友认为 如果这样子借款等到过了宽限期之后 每个月要缴的钱已经超过他的财务平衡 你对于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房市资讯 也欢迎点击底下资讯栏的连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